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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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蕭榮滿面帶墨鏡出庭 藝人徐乃玲上午到北檢 她提告曾經租下他那壺豪宅 來開賭場的楊強榮 妨害名譽 全因為被爆料 自己有女密友 說在錄音裡面 那個徐乃玲就講就是說 董子綺跟她是男女朋友關係 甚至雙方有發生關係 徐乃玲不否認 她有講過這一段話 經報有錄音證據 能證實徐乃玲還名董小姐 有親密關係 而董小姐就是她 楊小姐有說妳跟乃哥 之前是男女朋友的關係是不是 今年5月為詐欺案件出庭 戴帽子 口罩 眼鏡遮擋 腳步匆匆 她是暱稱VV的董小姐 過去爆發乃哥豪宅賭場案 她就是控訴遭場主 楊強榮詐欺的人 原來楊強榮4月向媒體爆料 指出董VV就是徐乃玲的女朋友 指控乃哥對詐賭案完全知情 甚至說乃哥曾請董VV拿名牌包 名牌表向自己掉現金 被乃哥提告 妨害名譽 董子綺告訴我 19歲就跟他在一起了 你叫你女朋友勒索我的小孩子 要殺我的小孩子 小孩子爸爸告訴我 走司法 相信司法 我們沒有黑道 乃哥下午向平面媒體表示 講一次就搞一次 自己走的直 站的正不會怕 強調這些人都搞過自己 但通通不起訴 你不是說我欠你300多萬嗎 你不要激動嗎 今年5月才被控訴炸裁 乃哥開計程會還被鬧場 如今官司一件件 再被爆料 含女密友有親密關係 提告交給法律討清白 記者日報王宇竹 台北採訪報導